咚咚咚 欢迎您来到大唐雷音寺 最近你要是有时间去电影院呢 你会发现呢 你很难看到别的电影 基本上呢 排片你看 战狼2 建军大业 就这两部啊 和这个军队有关的主权力影片 在八一前后啊 在电影院里呢 绝对是主打的电影 那么既然这两部片呢 排片这么高 大家难免就会产生比较 一比较你发现 这个建军大业票房明显干不过战狼2 有的人就琢磨了 说你看战狼2里边啊 他就是无精一个人的独角戏 最多加上人民的名义里边 达康书记 东莱局长啊 还有个说相声的鱼琴 等你回头再看看建军大业那个阵容啊 撑得上群星璀璨 因为这个中友集团呢 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呢 像那个建国大业 建党委业 包括现在建军大业 都玩的全民性阵容 你这么一笔好像建军大业 应该在主创阵容上面略战上风 可是最后票房呢 是倒过来的 为什么呢 这不仅仅是因为战狼2本身拍的 确实是惊险刺激 更主要的我觉得是 建军大业自身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并没有把当年八一南昌起义 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建军时候的那种精神状态 抓得很准 而是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就简单我用一句话概括呢 就是他把这个人民解放军创建初期八一南昌起义前后的过程 演绎成了一次蛊惑仔 上街的这么一次打打杀杀 就是他把建军的过程演绎成了江湖 当然这个呢 和小鲜肉的演绎啊 不够准确有关系 但是真的不是小鲜肉能承担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还在于他的主创人员 尤其是导演 这片导演刘伟强是很有名的香港商人片导演 他当然希望这个电影能有更多的人爱看 更接地气 所以他引入了香港啊 景匪动作片里边的好多合理的因素 如果你要单纯从拍摄过程 和这个整个导演的思路看呢 也无可后悔 可偏偏这个题材是要在线我们建军那段历史 这就出现了很大的片长 什么片长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是当年的那段历史 如果你要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 你翻一翻历史资料 你就会发现这个电影拍的到底偏差出现在什么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次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建军救国的过程 和江湖仇杀之间的最大区别 你像我为什么说建军大业把它拍成了古惑仔上街 你看里边那个叶挺的孙子叶大英导演 提出的遗议 说这个欧豪演的根本就不像我爷爷叶挺 确实你看这里边把叶挺演绎来演绎去 我看着感觉像当年陈小春正一剑演的山级浩南 就跟古惑仔电影是非常像的 包括那海报 欧豪那海报上面写 趁年轻干大事 你听起来感觉好像打打杀杀杀杀出一片天地油麻地 尖杀嘴忘脚 这都是我的地盘 这样一种感觉 他不大像建军的时候那种理想主义色彩 你看这里边细节你会发现 周恩来为了能够保证起义的正常进行 甚至要做掉张国头 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朱德在这个起义前这个夜晚 要通过酒色稳住敌人 这个也不大符合历史真实 贺龙一冲动就要入党 把入党当做一次江湖入邦会 这个明显也不对 包括毛泽东提出要买军火 黑帮大佬就要免费赠送 这不是人把毛主席当成水不良山的宋宫明了吗 为了公明哥哥怎么怎么的 就是完全是江湖义气掩盖了组织纪律性和合法性 这个是不对的 有人说为什么不对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熟知巴依南昌起义 你就知道 当初参与南昌起义的这些主要的领导者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社会底层和草根 他们不存在 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活不下去了 我不弄我就得死去 不存在这个 你看无论是朱德周恩来 叶挺 都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 家里日子过得没有问题的 那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 它是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就是他们进行这次暴动的基础 不是江湖义气 而是基于公平正义基础上的一种理想主义 这是那个时代 理想主义者 一次伟大的冲动 他完全不是像我们看到香港警匪片似的 你看我 我看你那种江湖义气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香港导演把它拍成现在这种状态 这是和历史不符的 这个责任应该由导演组和主创人员负责任 小鲜肉我觉得 他的演技到位与否 这完全在于导演控制的程度多大 所以我说建军大业在这方面没有演艺好 为什么呢 他的主创人员的思路 可能是受一件事的刺激 就是去年我们知道有一个主权力片子 梅宫和行动 在十一期间获得了非常不错的票房 这个片子是就来源于当年一段这个发生在金三角的 这段真实的事情 那么最开始公安部拿这个题材决定要拍竞标的时候呢 本来中影集团呢以为自己是没问题肯定拿下了 可没想到呢却被博纳影业 就是于东那个公司 把这个片子给拿下了 因为公安部可能认为呢 博纳影业这样的市场化公司呢 会用更加艺术 更加商业化的手法来在线这段传奇 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眼光没错 可能这件事情呢 对于建军大业的制片方啊 是个很大刺激 所以你建你能这么干 我们也能这么干 所以这次也用对香港的导演 用对拍精悔片的方式 他就想从门合行动那种模式上 拷贝下来一种成功的方式 包括再早知觉悟山也是红色经典 徐克那么一早呢 很多人爱看 尤其年轻人爱看 可是我们知道 智取卫虎山 美梦河行动 这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事件 而建军大业注定是一段经典的历史 它并不是传奇那样 你可以随便演绎的 如果你不尊重史实 不抓住那段时间 历史人物的主要精神 那么你这个戏就没有多大的价值 所以我想可能是 建军大业的制片方呢 既想要这种市场化的好处 同时又不想失掉主旋律根本的东西 可是你什么都想要 注定就什么都要不着 所以我说这个戏 我看完之后感觉并不合格 相比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来说 建军大业在这个三部曲里边 应该是各个方面执行的 最不到位这么一个戏 所以整个这个片子看完 我觉得他干不过战狼2 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我再次重申一下 这个事情不能都赖小鲜肉 而且你用小鲜肉去演历史人物 在一定程度来讲也不是不行的 因为毕竟那个时代的人 他那个年龄就是那么大 而且这种创新方式 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有的 你看很早的时候 唐国强在长征里也毛了动 那就是一次创新的 为什么呢 我们以往看到这个 只要一出现毛主席形象 一般都是呢 在这个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上一根烟 睡后折补书号 号就号在偷响 做翻面教材 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偷响拍 都是湖南味的普通话 但是唐国强呢 直接就用普通话来演绎 这是一个创新 然后在这一点 为什么说他没有跨出一大步呢 因为唐国强在70年代末 79年的时候 就是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特型演员 从青岛招到巴一场 可是事实当中 他没有PK过谷月 就谷月演绎了毛泽东 唐国强留在了巴一场 接下来拍了小花 孔雀公主等 成了奶油小生 一直到演这个毛泽东 诸葛亮 他才开始打翻身仗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在这个建党委业里 刘烨演毛泽东 这是一次又一次大的突破 小鲜肉是突破 就是唐国强 毕竟外形上多少像青年毛泽东 刘烨像的程度就差多了 而且说的也是普通话 为什么这是一次突破呢 你只要抓住 年轻时代毛泽东的那种精神气质 你演绎的就是准的 而且随着80后90后00后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没有亲眼 见到毛主席长什么样 所以你这种演绎 抓住了时代的精髓 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髓 你的演绎就成功了 但是到现在 我们为什么很多人批判 建军大业里小相声的表现 因为你把真正的 有理想的一些个年轻人 甚至是将军 演绎成了街头古惑仔 在这个精神实质上 你就没有抓住人物的本质 大家当然有理由去批判你了 所以我说 我们今后在拍主旋律片的时候 我想尊重历史史实 把握历史人物的精神 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准则 而不要被现在资本横流的 这个商业片 把自己的赤字窑给弄乱了 所以说建军大业 没干过战狼二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教训 而这个教训 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